因为方便 现在很多人选择在跑步机上跑步 这样跑步不受天气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还能随时看到跑的距离和消耗的热量 有些人甚至连健身房都不用去 在家里摆台跑步机随时随地跑起来 这部热爱运动的高兴就是其中之一 汪博士 高兴每次跑步他都要在跑步机上跑 我觉得这种被动运动不太好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身边朋友都这样 是吗 对呀 潮流 其实在跑步机上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如果他要选择去参加比赛 我还是建议能够尽量能在室外能够做更多的尝试 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我们先去做个实验试试看 走 走 走 来 我们给他带一下呼吸器 小白鼠的感觉 远住啊 好 没关系 其实应该还好吧 就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还好 我相信这个画面肯定会很长 这么帅 这样就可以了吗 好 是不是还要带着这个 我们看一下 看你有没有漏气 没有没有 丝毫没有 刚才都已经窒息了 好 不用不用 放下半个的那个 符符就行 就符符不慢符就行 好 来 麻烦您洗一下 好 好 好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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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你小心 你是蜃牛怎么了 不可以想 你要要扎了 现在还行吗 可以 没有问题 真的吗 这样让它缓一缓 然后让它去户外再去跑一下 好吧 我们晚上半个小时 OK 没有问题 休息休息 为了验证跑步机和室外跑步的不同 我们让高性带着呼吸机 在跑步机和室外进行匀速跑 时间限定在20分钟 呼吸机能记录下高性跑步时 吸入的氧气和呼出的二氧化碳 还有所消耗的热量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即便是同一个人 同样的状态 同样的时间里 在不同的环境下 所消耗出的热量 竟然差别这么大 这个就是两个数据是吧 对 这 我们全看不懂 对啊 这哪个是户外跑的 哪个是跑步机上跑的 我们右手边的 这就是在跑步机上跑的 你看它的能耗 我们在跑步机上跑的时候 我们的能耗是10661 是 而我们在那个室外跑的时候呢 我们的能耗达到了13014 那么 室外能耗会更高一些 对啊 我们在跑步机上跑的呢 我们的能耗远远低于我们在户外的一个能耗 那么我们在室外跑 我们可能路况会有不一样 在这时候呢 你的整个的这个能耗呢 它和你整个的环境会有很大的关系 这样的话呢 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呢 都会需要得到一个更强的一个势力 调动 这样调动起来以后呢 它的整个的能耗呢 就远远的比我们的这个 在跑步机上跑会有更大 这个单一的 所以要是健身想减肥 还是去户外的跑表 没错 对啊 就是从你这个时间 大家都看出来 等于同一个人 以同样的速度 跑同样的时间 那户外跑要比在跑步机上跑 能耗更大 更大 很多人认为 跑步机跑步 跟户外跑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在户外跑步会更难 它需要调动更多的肌肉 跑步是一项很复杂的运动 它需要用力去蹬后跟 推动前脚向前移动 使得身体离地 落在地面稳定住 再移动后膝向前 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 我们的几乎所有下肢肌群 都会有效参与 而在跑步机上 由于本身跑带 就会自己移动 相对来说 我们不需要用太大的力量 推动我们向前 感觉上虽然是省力了 但是这样 反而使很多后侧肌群 尤其是臀大肌的参与减少 如果我们长期 反复做一个动作 大脑就会对这个动作 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久而久之 形成一种习惯 如果长期在跑步机上 直线运动 也会形成记忆 这种记忆 一旦遇到室外复杂的路况 大脑只能临时应变 因为大脑里缺少 户外跑的记忆 而这种临时性的应变 往往就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孟老师 我一直认为 在跑步机上跑步 那才叫健身 怎么户外跑 反而还耗能更大了呢 我们通过实验来看 我们在跑步机上跑 我们人体 更容易保持它的平衡 你看 但是如果我们到室外 我们很可能的话 会适应不同的路况 我们既要 比如要爬坡 爬坡 我们又要下坡 左侧 这还要协调 右侧 右侧 那么这时候 在左侧和右侧的过程之中 你看 这时候它的臀部的肌肉 就开始来拉紧了 那么在这时候 它就会做出 额外的功 这样的话 引起它的能耗增加 其实这个调节 本身就是耗能的过程 就像咱开车一样 如果我们在五环上 就是一马平穿 开得特别匀速的话 那就会很节油 这如果堵起来 一会儿刹车 一会儿又走了的 那就耗油了 无论是开车还是跑步 因为路况的不同 在跑步的过程中 大脑要根据 不同的环境状况 进行及时的调整 让身体随时随地地 表现出积极的应对 所以在户外跑步 不仅能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 还能让我们的大脑 跟身体一起动起来 现在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型的跑步方式 比如银硬跑 财粉跑等 通过人为改变路况 只得需要更多的大脑的协调性 保持身体的平衡 热爱运动 喜欢跑步的爱好者 可以参与类似这样的运动 既让我们四肢跑起来 同时带动我们的大脑跑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